大家好 我是博子 今天我們來開箱 我期約在蝦筆上面往後的文具啦 所以我們趕快一起來開箱吧 GOGO 首先呢是比較大袋的這一袋 然後這一袋其實我訂完兩天之後 它就馬上寄來我家附近了 所以我覺得這家效率蠻好的 如果它文具方面的東西也蠻好的 我會推薦給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 它裡面做的防震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這東西是什麼勒 它有給我們發票 我覺得不錯 然後就進到我們最重要的文具啦 我這次買蠻多文具了 總共買了差不多200多塊吧 聽起來好像還好 可是其實呢 我買蠻多東西了 可是因為它每個東西都很便宜 我就是精挑細選 然後最後選了這幾樣東西 我就覺得不錯用 所以這就是7月的第一次文具開箱 我以後我覺得我會有 因為我覺得我還蠻喜歡買文具的東西 就是很幸福 我來看一下我買了什麼吧 來 首先 第一個出現場面前是這個 眼彩系列的便利貼 我不知道我現在的相機還對焦 對焦不到 眼彩相機的便利貼 它呢 可以貼在那個每個書本的中間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最近想要換鉛筆盒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個仙人掌的 Stay away from me 我覺得品質算是還好的 可是因為它也蠻便宜的 所以我就是不會很苛求它的品質會到怎麼樣 可是它感覺洗到 就會直接脫裸 因為它摸起來感覺就是 會馬上掉的那種塑料 然後再來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超可愛的 我這次買的 雲朵美工刀 它就是把美工刀藏在雲朵裡面 我覺得超級可愛 等一下要怎麼開啊 我以為今天不用用到剪刀了 等我一下喔 喔 終於拆開了 看起來跟摸起來 它就是塑膠嘛 馬卡龍色的雲朵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以後開箱可以直接這樣割 我們再來下一個要介紹 我買的這三支筆 兩支是藍筆 然後這支是黑筆 我是買 這支是什麼品牌啊 它是Vintage的品牌 我覺得還蠻不錯看的 等一下再來試寫一下它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是 喔 這是它送的 我覺得它向著小戒指蠻可愛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它送的 這些是一些變調紙 它大概是這樣 這樣啦 很可愛的樣子 這台我真的是對想介紹的 可是它現在讓我看起來有點尷尬 因為它這邊居然 居然摺到 我覺得就是讓我有點難過啦 因為我之前一直很喜歡買 Milk Liner 可是這個好像不是正版的 它叫做Milk Liner 難怪比較便宜 因為它有12色吧 它是中國製的 我們都會統一一併做4色 可是我們對它的標準要調低一點 因為它只有125塊 很便宜 再來是最後一個 A5工作小秘書週記畫本 我之後都會在旁邊踢 或者不會可以 欸有掉一些屑序喔 扣分 它第一面呢就是長這樣 然後是給你隨意去寫東西的 我這次買的是那一種 就是 是橫的週計畫表 我覺得蠻好看的 就是 因為呢我很常在寫 連絡簿還是在寫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然後都會被中間這個東西卡到 然後我就很不開心 這樣一直寫過去 然後都不會被卡住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本 所以我另外買的一些東西 就是手機殼為了抽運費 雖然最後也沒有抽到運費啦 我蠻難過的 然後這個是 因為我最近都蠻常跟家人一起玩遊戲 這種是一種 尼龍線嗎還是什麼的 就是比較不容易壞的那一種 要方便直接拿著玩遊戲 它這個也做得破破的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它 它裡面有點髒髒的 然後我看它是霧面 我就蠻好看的 所以就買了 我覺得它抹起來蠻舒服的 因為它是那種 防手汗的 因為其實我 我自認為是一個蠻容易 流手汗的人 雖然我朋友 然後我最近都在用這個 因為我很容易摔壞 所以我就用一般的 可是這超級容易被我好 把它裝進去 馬上來試用看看 我覺得 完全不錯喔 我剛剛好像用到我的肢劍了 可是我蠻不喜歡它這邊 邊邊焦焦的這種感覺 就是有點利 不然它其實整體來說是蠻不錯的耶 有點臭臭味道 好 那我們就來實測我們剛剛的文具吧 GOGO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這三隻筆 我很常用藍筆和黑筆來寫字 然後我就是寫過去的時候 它都會沾到這邊 然後所以它就糊掉 就很不好看 所以我打算來一個 唉唷 我很擔心它的成果 它看起來有點恐怖 好那我們來寫個大頭脖子好棒棒之類的 好我字很醜 大家請不要太在意一下 它是會沾到耶 等一下這樣寫過去 我覺得它的樹幹好像也不是那麼樹幹耶 因為我要的樹幹是那種 我寫過去字不會被 這樣滑不如不要用這個顏色 而且它會有點掉屑 哇 我就覺得蠻後悔買這一款的 不能相信這一款了 也許是藍色比較醜嘛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用黑色看看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 黑色的筆記感覺比較舒服耶 寫一樣的字 好我們大概就這樣等一下 哇 哇 其實就真的蠻失望的 那我們再下一款 我們的螢光筆 螢光筆應該就不會出差錯了 因為我們這個只是不該標榜樹幹 因為真的沒有樹幹 超級誇張 插評 螢光筆呢 我們這個不是那個 斑馬的Mute Liner 所以呢 大家就 不要放太高的 皮帶吧 下面就是基本顏色嘛 我就覺得沒什麼特別 啊 我都沒有拍到嗎 比較偏紫吧 然後這比較偏紅一點 試試看 這個是比較偏 墨藍底的那種綠色 我覺得這顏色我還可以啦 還可以接受 這一款就跟我那一款 Mute Liner 蠻像的 橘色粉紅色的 這兩款我就不會用 我覺得他們很多顏色都只有差一點點 這是比較藍綠一點的 然後這就是比較偏紫一點的藍色 我覺得他們蠻適合拿來畫畫的啦 如果你有這些顏色的需求的話 可以去買125塊的那一個優惠 我是蠻不推薦的 因為它 好像這樣 那我還是不要給商家的連結好了 你們可以自己去查 護顏色可能就是有一些顏色不算護顏色啦 大家可以見一見識 見一見識 好 這那盤很還好 它裡面 好臭 它裡面超臭 喔 我不喜歡 好啦就到這邊啦 這一次我真的蠻多指望的 就是有一些東西還可以啦 我每次在他們寄來之前期待都很高 來的時候就是 唉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欸可是這個 限制的蠻強的 因為我買兩公尺 所以我可以直接 躺在沙發上之類的在玩手機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快吐了 這個東西真的 抽到炸掉 我不知道血兒會比較 可是我怕血兒上面的那個塑料又會掉下來 設計我蠻喜歡的 霧面感 然後旁邊是有一點 狀色的感覺 我之後想要去文具展 如果我文具展有拍vlog的話 會開給大家看 這就是有點墨藍底色 剛剛沒有介紹到 現在上面就蠻紓壓的 很柔和的感覺 這就是我這次的蝦皮魚的網購經驗 文具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個喜歡 訂閱分享 然後記得開小鈴鐺 不要錯過我的最近動態 也可以去做中我的IG 然後FB粉絲團 那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安妞 我可以幫忙 拍下小鈴鐺 我但是我給你 我也想看